開飯囉 大愷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市東市場 帥哥老闆又見面了 厲害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四季豆 四季豆大家都叫麵頭嘛 對不對 是 四季豆到底要怎麼樣 挑選好的四季豆 漂亮的 這個真的沒話講了吧 對 對不對 尤其這個是有機的 能夠栽蔥成這樣子 甚至非常的難得 不簡單 農民非常的細心 有機有認證的對不對 是的 沒錯 厲害囉 那一般民眾要去菜市場 傳統市場挑四季豆的話 有沒有什麼重要的 有幾個步驟 對 一般看四季豆的話 當然如果你可以看到這個飽滿 你看到豆很飽滿 摸起來它的硬度夠 然後有彈性它不會軟嫩 你說如果要挑很直 實際上一般的 你挑直一點是OK的 但是有機的 不見得一定會那麼直 但是你看它飽滿完整 這樣子就很不錯 而且翠綠 新鮮 對 這種的口感都會非常好 非常的脆 而且我剛剛看你在撕這個 對 通常我們在料理前 會先把這個稍微 它有這個絲稍微剝一下 對 不要影響口感嘛 對 就是說到時候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那它不會有一絲一絲的 老闆那很好奇請問一下 像這樣子豆夾飽滿的四季豆 我們買回家以後 大概可以放多久 其實一般大概三天左右是OK的 那也是一樣保濕乾燥 對 如果說你買回去呢 你覺得帶點絲 你可以把它先晾乾一下 晾乾 之後再包起來放到冰箱 那這樣子保存時間可以比較久 所以裡面盡量存放的空間裡面 不要有過多的水氣 對 不要有濕氣 因為放濕氣的話 就變成說過多的水風 會造成這個口感比較軟爛 是這樣子嗎 其實你如果水包起來 就是如果刷袋包起來 它裡面有水的話 它比較容易爛 對 比較容易軟爛 尤其你跟刷袋黏在一起的時候 有濕氣的話 它會比較軟 了解 老闆 那可不可以幫觀眾朋友 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有我們的料理初學者 就是像我們在撕這個豆絲的時候 要怎麼撕 哪一個方向撕會比較好 因為我發現這個有機的 好像撕起來沒有很長耶 對不對 因為它比較嫩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條紋路 這個就是它會比較 稍微比較硬的地方 那我們就前面先摘掉一截 然後順著這個絲稍微往下剝 只要剝得下來的 就是比較老的 那通常比較嫩的 實際上你試不掉有多少的 其實你們的這個很嫩耶 真的是非常的嫩 那你通常呢 還有就是挑選的時候 我們大概選的長度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拿的 這個長度是大家正好成熟的時候 對 那如果說你太短了 可能它是長的時間還不夠 那如果太長它可能已經過老 所以大概的長度 大概就是這樣15公分 10公分左右 15公分 對 而且你這邊的長得算是 挺一致的對不對 對 這一家 農民非常用心 所以它種出來的東西 非常的漂亮 品質非常好 對 品質非常好 所以你看 嫩到幾乎沒有絲 幾乎失不下來什麼東西 哇 太棒了 沒有絲